现在才8月而已 就要开始抢中秋节月饼了吗 没错 因为名店都已经开始提供预购 像是彰化知名的饼店 技嘉烘培方 那就是因为台风导致原物价上涨 价格有所波动 而在台中知名的博二方 还有香格里方 终究前夕的订单都满了 另外彰化监狱 这个如林工坊的铁窗牌月饼 不但大热卖 而且今年还降价 一颗颗上色均匀的蛋黄酥 上头洒满芝麻 包装整齐正准备要装进礼盒当中 金黄色的外壳令人看了忍不住口水直流 距离中秋节还有36天 已经有不少蛋黄酥名店陆续开卖 这家彰化知名的蛋黄酥店 技嘉烘培方 因为刚刚经历台风 原物料的价格难免有所波动 大概7月份开始这样子 咸淡化因为去年 因为今年台风过后影响 大概一颗大概涨了大概三角 就是差一直蛮大 但是我们蛋黄酥价钱不会调整 铁双排月饼彰化监狱如临工方 过去曾经创下五天卖出 7.5万颗月饼的记录 配方还是五星饭店的主厨亲自传售 12号在脸书公布 22号起开放民众订购 价格比去年更实惠 经典蛋黄酥10颗装只要400块钱 比去年降价20元 每颗大约40元 另外这家不二方高饼店 也是中秋节的人气选手之一 一大清早还没开店 门口就已经大排长龙 另外台中蛋黄酥饼店相隔离方 这回中秋前夕 和以往一样订单接到手软 我很难心动它 因为大山中觉得就非常好吃 对对对 那个香气跟那个碎度 最多都有到 蛮推荐的 因为它就是老店 其实送的话蛮有排面的 中部月饼百家争鸣 就看哪一家对你的胃 中秋新闻 王府安 陈永逸 赖卫如 海云亭 彰化台中报导 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怎么还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因为有民众 在搭乘台北市的公车 就发现了 这个驾驶提醒一名 这个富人要刷卡 富人当场大爆气 他就骂驾驶说 你为什么只提醒我要刷卡呢 所以情绪超级激动 结果没有想到 反而是旁边的乘客 看不下去跟这个富人杠上 公车驾驶提醒富人要刷卡 没想到他大爆气 支着驾驶骂 为什么只有提醒我 不提醒别人 老人家很多 对不对 为什么只有提醒我 不好意思 这样子不提醒你了 好不好 不好意思 富人非常不满 一句接着一句骂 驾驶赶紧道歉 事发就在12号晚上7点左右 新应干线国税局宿舍站 有民众拍下驾驶跟乘客起口角 没想到有男乘客看不下去 车上乘客并不多 男子跟富人杠上 在车上大声飙骂 越讲越难听 所有人都傻眼 我会先准备好卡片 放口袋 最方便拿了就赶快刷 可能最近天气热吧 大家都心情不是很好吧 对对对对 可是因为正常阿嬷她动作本来就比较慢 有可能公车人多之类的 对 但阿嬷应该不是不想刷卡吧 根据公司的调查 驾驶员提醒乘客上下车 刷卡的方式跟态度并没有问题 公司也会立即同仁 驾驶本来好意提醒要刷卡 富人却不领情核心 求女精 更万万没想到引发其他乘客 跟富人互骂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台北报道 想还U-bike却发现 没有地方可以刷卡 就是因为车位都停满了 有的时候你到了现场才发现 会觉得很烦门 结果有网友就讲说 他有一次也是发生了 这种事情 那么旁边有一个 看起来很像工作人员的人 就热心要帮他安置脚踏车 还说下一次位子满了 你就可以把车子锁起来 放在旁边 他们看到会协力还车 真的有这么方便的事情吗 今天我们就请YouBike 来为您解答 共享单车来来往往 是不少人通勤的交通工具 但如果骑车到目的地 要还车的时候 却发现没空位 还不了可能会很崩溃 民众好不容易来到了 YouBike的车位 不过发现居然没有车位了 那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 对我赶时间 我就也没办法 就是把它留在原地 然后就是后面的事情 都会被delay到 这一定很困扰的 如果要赶时间 然后YouBike 因为本来这个服务 本来就做好了 有民众在网上发文 说骑到目的地的时候 没有办法还车 有位疑似工作人员 除了热心要帮他安置脚踏车 还说下一次如果没位置 可以把车锁起来放在旁边 他们看到就会协助还车 如果不放心再去通报 不少有类似经验的民众 也留言分享 有人说必须是周围三个站点都满了 不能够还车才可以用这一招 把单车锁住并通知客服 也有网友表示 这样做得多付20元到30元 而且客服电话很难打 有时候比车资还要贵 不见得划算 只是网友们热烈讨论分享 这一招真的可行吗 没听过 对 大家都很讶异 而YouBike则出面驳斥 别以额传额 强调真的不能这样做 只有万不得已的情况 像是郊区附近完全找不到其他站点 或是发生的意外事故 才可以锁车之后通知客服人员 也不鼓励这一种做法 会员管理里面有一个满站增实的功能 可以有额外的15分钟的一个时间免费的部分 车辆一定要挥还到车柱上 才算是还车成功 才会终止计费 YouBike也提醒 要避免骑到目的地之后 没有办法还车 最好的方式是先透过APP确认 有没有停车位可以停 以免找不到车位 不但赶时间还一肚子气 东森新闻温运军蔡孟俊台北报道 当然台中捷运却遇到了随机砍人案 所以这个案子也要进行调解 那么现在因为嫌犯正在积压 所以是由父母跟律师出面 跟受害者来做协调 那长法哥他提出了120万的和解金 嫌犯父母只愿意赔一半 另外受伤的高中生吕爸爸提出 嫌犯应该要赔全台湾人民 一人一块钱 总共2300万他要去做公益 不过这个调解还是失败 有跟他们道歉吗 有吗 有 红贤嫌犯的爸妈牵着手 走出台中地院被大批媒体包围 8月13号进行首次民事调解 一个半小时结束后调解失败 但他们又跟长法哥再次道歉 大约是我请求的金额一半左右 这个金额的话是不能接受 所以还打算再谈谈看 长法哥带着段话葬送的福利连的帽子出庭 他提出120万的和解金 包含精神赔偿工作损失跟律师费等等 红贤的爸妈只愿意赔一半 双方没共事 另外遭砍履姓高中生的父亲 虽然没出庭但也提出了调解条件 应该是向2300万人道歉 必能赔一块钱 这是我们的想法 如果只是赔个几十万对我们来讲 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吕爸爸强调如果红信嫌犯真心忏悔 就应该向全台人民道歉 一人赔一元 这2300万要拿去办捐血等公益活动 红信嫌犯只有19岁 名下没有房产该怎么赔是个问题 他名下没有财产 他还做了那个责任在 他付不出来以后就是看慢慢的还还是怎么样 回顾终结杀人案 今年5月21号住高雄的红信男子 带着三把刀搭乘台中捷运 在车厢内挥刀攻击 造成长法哥及高中生两人受伤 法院7月17号首度开庭 红嫌坦诚犯罪还数度哽咽 说自己不是个好东西 对不起父母 也向长法哥鞠躬道歉 目前上市状况比较不影响生活 我也回去工作了 身体还在调整 如果犯了这么大的事情 而侵犯是不是会对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长法哥说8月20周二下午2点 将进行第二次调解 如果没有共识 那就走民事诉讼 该赔的该负责的 红信嫌犯必须面对 东西新闻林天剑 李宗宪 汤宜诺 招选宇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中华队全集金牌选手林玉婷 今天早上回家了 超过200名的粉丝 挤爆机场入境大厅 当然林玉婷看到好久不见的妈妈 也深深拥抱 不过其实今天下午 她还有其他的行程 包括了要去母校 但是她也临时的取消 毕竟真的太累了 她说接下来几天 想要好好跟床培养感情 台湾的女儿回来了 深深一抱胜过千言万语 林玉婷和妈妈终于见到面 母里真的悄悄话 留着回家说 但感谢的话 她一个都没忘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教练 她很辛苦 很努力 也请各位帮我给教练 一个最热烈的掌声 可以吗 没有教练就没有选手 这句话林玉婷不止说过一次 这回在最高殿堂奥运 拿下金牌后 最想做的事 其实和你我都一样 想做的事情就是 好好的饱餐一顿 吃自己想吃的 然后喝自己想喝的 那好好的跟我的床 培养一点感情 然后再重新出发 除了新美食长侯友宜 现场送上她最爱的珍奶之外 妈妈也准备了这些 不只心有开心 就连球迷粉丝们也超级兴奋 超过200人 几抱机场入境大厅 林玉婷也真的很充分 自拍签名比爱心 赵单全收 教玉婷是不是 好来 我帮你签 本人真的是非常亲切 她没有在管外界讲什么 做好自己的本分 然后我觉得超棒的 同样在奥运全级项目 拿下降牌的无情战队 人气也超高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壮观的景色 我觉得真的是台湾大家 粉丝还有观众 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这么的团结 我觉得这份荣耀 就是真的是献给大家 粉丝们的热情 陈念琴头头收到了 但接下来选手们最想做的 当然还是好好陪陪家人 其实我有吓到 因为我爸真的愿意公休 他其实真的 哇 看到家人的当下 就会觉得 好像有一种 真的回来了的感觉 巴黎奥运结束后 全台国人应该都想对 中华队的选手们说 辛苦了 请好好休息 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 应援下去 东山新闻 桃园 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